下个月就七夕了 这是咱俩过的第一个七夕 你给我准备礼物了 没有 你都锁了吗下个月 啊 啥了为啥突然这么问 没事我就想问 你这问他兴致不就变了吗 兴致变啥呀我就问问 是你就是问问 但是你这么一问 就算我想给你准备 我都没有心情 你这么问完 你说我跟你准备了 就好像你说了 我再给你准备一遍 你懂没意思吗 不是你这么凶干嘛呀 我就是 不是等会等会 我没凶你啊 我只我就是 再阐述一个事实而已 哎那我问你 那你说你 哎 你现在你不开心了 你是因为 我没给你准备礼物 你不开心 还是 我还说那话不开心了 你说呢 我哪知道啊 你这么突然 首先我没有 要埋怨你的意思 我刚才那么问你是因为我 我给你准备东西了 我今天有东西要给你 我想问问你这就咱俩过第一个气息 我我想让你开心 然后我也想开心 没有任何说什么 不是你等会那你咋样才能开心呢 我告诉你我给你准备了 那肯定就是会开心一点的 那你如果没准备的话我也不 这啥啊 这就就不开心了 没开心吧 这你不准备了 嗯 怎么能买 你不是说你没 没准备吗 早就买了 咱俩都这么熟了 我就不整个意味的 咱俩再熟一点 也可以有点意识感 识心为我记忆说你没心 东西我都送你了 你给我问东西呢 我给你啥东西 谁啥也说要给你 你爽了啊姜天 手表赶紧给我拿来 你哪知道呢 什么我啥知道 我要送你手表你哪知道呢 你闺蜜跟我说 我闺蜜跟你说的 她跟你说这事干啥呀 啥时候说的 我那是不问他送你啥礼物吗 啊 然后 我问他 你送送我礼物吗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 啥玩意就跟你说了 你俩有那么熟吗 我还想给你准备 别别误会别误会 逗你呢 那我那是不是问他 给你买什么礼物吗 然后他给我发截图 然后你刚给他发消息探出来了 然后我看到了 我说啥了 就是说手表嘛 什么时候送 你说你等不到熙熙再送我了 想这两点就送我了 哎哎哎 但是我跟他说了啊 我说 让他别告诉 对 然后他就真没告诉我 你俩关系是更亲密一点 我 我真服了 我本来打算给你个惊喜的 现在啥都没有了 谁告诉你没有惊喜了 都跟你在一起 你每一天不都是惊喜的 你都要找到 谢谢你了 感谢观看